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音 你想要修行,就是面对你的心 以世间的心灵课程来讲 人的内在不太容易接纳自己 你首先要学习接纳自己 这是不简单的 修行的问题也如此 只是谈得更深 无论你起任何念头,总称为烦恼 你当把烦恼转换成菩提 而第一个动作就是不要害怕烦恼 再来,你不要排斥你的念头 很多人打坐时 无法好好做 因为他越想让他的心静下来 就越是没有办法 你无需多此一举赶他走 你只要静静地知道 自己再起烦恼就好 但是,烦恼这个名词是你创造出来的 就像你觉得你的心生起菩提 简而言之 烦恼和菩提 善念和恶念 这些名词都是你创造出来的 你只要在创造这些名词的过程中 知道你的心在起作用 你就可以很平等 平静地观察它的作用 你能够接受它 不排斥它 它自然渐渐达到清静的状态 念头就是念头 就好像外面下雨 下雨就是下雨 然而,外面在下雨 为什么每个人的看法如此不一样呢? 你的念头跟外面的雨水 难道不一样吗? 因为你在念头上起支简 念本来是念 但你在这个念上起个支简 内在产生了干扰 困惑 分别和对待 你一直想要摆平它 此所谓 也就是说 你创造了一个对立的名词 接着又创造一套方法 来消除这个对立的名词 当你静静在打坐 散步 或惊醒 你可以观察到吗? 比如 你午睡时 你觉得 冷气 为什么开这么冷 你知道有冷气 那是念头 冷气 为什么开这么冷 并不一定是真实 而是因为你不能接受它 有的人觉得 冷气 怎么这么弱 怎么这么热 也是不能接受它 本来 念头 应该是 我知道现在有冷气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大众开这样的冷气 我就水顺大众 不过 也不是叫你坐在那边 让冷气一直吹 吹到感冒 当你的色身有反应之时 你当依你的智慧 判断 是否要离开那个位子 若你换位子时生起 不好意思的念头 那就是妄想 冷气太冷 你的色身无法接受 这是你的觉知 但并不代表你升级排斥 冷气的概念 你若是想 冷气 不知道是什么人开的 开得这么冷 就是想太多了 排斥别人 排斥别人 就是排斥自己的念头 佛法讲随缘 你要观察自己 你不排斥才能随缘 不排斥 换言之 即接受 排斥是假明 接受也是假明 都是按照你的概念 所安利的名词 你的内心 之所以有那么多思想 概念 是因为你脑袋里 创造了很多名词 当这些名词 产生了冲突 你就会起烦恼 而当你能善用这些名词 来帮助别人 那就是一种智慧 知识 可以成为力量 也可以成为障碍 当你观察自己心的时候 你渐渐就会知道 心的作用 只不过是心的作用 能运用它 你就是智慧很高的人 就像何能 能产生一股很大的助力 亦可产生一种 很大的伤伤力 你的心如此 你的心念 异附如是 若你不了解它 你就无法掌握它 掌握它 并非控制它 而是你不但不被它干扰 而且还能运用它 很多名词要透过实修 你才会知道 别人到底在阐述哪个区块 才会知道 到底要怎么运用 文后思维 文后思维 不接受自己的念头 而不受其影响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